145 《太陽報》 公安和救市查惡意沽空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2中央響起救市集結號 除了財金部門一呼百應 昨日連公安部也加入救市大軍 配合中國證監會打大惡 作組約濕時 內地官方媒體報導公安部副部長孟興鋒 而帶隊前往中證監 聯手調查股市與其市的惡意沽空 消息一出 湖中指由急錯近4% 單日轉向變為全逆倒升5.76% 創於六年來最大單日漲幅 本港增鈔收益也跟隨內地股市億度反彈於千點 收市漲876點 從於24關口 過往民公安而自適辯的中港股民 昨日齊聲叫好 從現笑顏 官媒報導稱 孟興鋒早上帶隊前往中證監 會同中證監調查 近期惡意沽空股票與股指的線索 顯示監管部門要出從權打擊違法違規行為 官媒有指 市傳中證監 公安部已進場 對前日涉嫌惡意沽空大藍籌的十餘家機構 與個人展開核查取證工作 這是A股面世二十五年來 首由公安部副部長達隊高調介入市場移動 消息傳開後 互心股市先跌後反彈 交易大堂更傳來掌聲 下午二時受牽引而下錯 全國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副局長劉東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補充 依法打擊證券期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是公安機關職責 將與證券監管部門密切合作 又指對利用網絡散布 傳播謠言的行為也要依法查處 公安部隨後在網站發表通告 確認部署全國公安機關打擊證券期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 公告稱 針對近期境內證券市場出現的異常波動 公安部高度重視 會同中證監進行分析研判 各級公安機關要密切配合有關主管部門 對涉嫌內幕交易 洩露內幕信息 編組並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 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等犯罪案建議法查處 對惡意孤空股票與其子涉嫌犯罪的線索 要回同有關主管部門迅速展開調查 依法處理 全力維護資本市場正常秩序 過去數週 也 股跌勢未止 甚至出現中央預告與跌的現象 有分析認為 惡意孤空指數期貨市到火線 過去數週調整中 現貨市場往往洩在下午意時後 受其子牽引而顯著下錯 並觸發長外融資爆倉 長內融資盤平倉 公務基金屬匯等連鎖效應 證實無外之大幅股空的市期間 陰謀論滿天飛 股空行為有全市數加外之行密謀策劃 又指其值此大賺2,000億美元 不過 中金所明確表示 通過對有關股指期貨交易情況核查 發現沒有所謂的外資大幅股空行為 市場之後傳出股空市江節一大的私募基金發動 又指中金所證檢查所有其子股空 近期當局救市措施中 不小事針對跨市場股空逃離 包括限制部分客戶開倉等 對於公安部出手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師楊德龍只具了客作用 給予外界正視今次事件的效果 他又說 昨日的股反彈 實際上是中央推一系列措施結合後所呈現的效果 例如財政部要求中央管理的國有金融企業不減此 嘗試公司股份 同時要支持國有金融企業在股價低於合理價值時增持等 非單純是公安部調查惡以股空所致 不過 香港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認為 無貨股空屬違規行為 即使又發生 相信數量不會多 更黃論會令股市連日急錯 他又認為 沽空屬市場投資行為 不應限制投資者准買 不准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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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